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党的十八大以来 吉林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因因嘱托 不懈奋斗 破浪前行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吉林 在质量更高 效益更好 结构更优 优势充分释放的发展新路上 取得一系列新突破 今天起 吉林新闻联播推出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 非凡十年专栏 首篇关注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打造美丽中国 吉林样板 八月末 国家彩测分离数据显示 德惠市牧石河大桥断面水质 从列五类跨过五类 直接升级为四类水体 牧石河水清了 来自于沿岸六十七个行政村 发生了大变化 德惠市投入五千多万元 先后建成了二十个垃圾中转站 两千两百七十二个垃圾收集点 牧石河污染源 农村生活垃圾 农村生活污水站大头 如今长达18.57公里的污水收集管网 把沿河村庄的生活污水 收集到两大污水处理站和六座污水收集池 这里是德惠市大清嘴镇污水处理站 那我身后的呢 就是处理站的水出口了 这个水现在已经达到了超低排放标准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 这个水到底有多清澈 采用的工艺呢 是深度处理工艺 处理之后啊 是达到了国家一届的标准 超低排放已经 德惠市在河掌制基础上探索建立了沟渠掌制 无论是牧石河干渠 枝渠 还是沿岸的农渠小微水体 包括规模养殖场 每一个细枝末节都纳入管控范围 我们将一河一侧分解为一支流一侧 一变沟一侧 随着不适合水址提升工作的不断深入 原来沿河随处可见的生活垃圾 汗测 细情养殖分物都消失了 蚊虫 自省 河水异味等问题 得到了有效的解决 十四五以来呢 我省紧紧围绕 深入打好避失保卫站的目标 以两河一湖为重点 紧盯全省的水环境质量巩固提升 全面推进了水环境治理的修复 吉林的非凡十年 提高 消除 清零 成为水环境质量治理与修复的鲜明标志 优良水体比例 从十年前68.8% 提高到78% 地级及以上城市建成区 黑色水体基本消除 县级及以上水源地环境问题 全部消耗精灵 十年来 吉林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 从82%提高到94% 今年7月和8月 优良天数比例达到百分之百 2021年 全省生态环境质量 达到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 十年前 吉林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站 全力推进蓝天 碧水 青山 黑土地 和草原湿地五大保卫站 将生态强省确定为重大战略 设立吉林生态日 2021年 实现街杆全域禁烧 建设陆上风光三峡 山水蓄能三峡 万里绿水长廊等重大项目和工程 两宗四横大水网工程将贯通全省 第三个十年绿美吉林行动 和林草师生态联通工程 形成绿色屏障 东北虎报国家公园内 野生东北虎东北报数量 有2017年的27只和42只 分别增长至50只和60只以上 四八大以后 山水啊 阳光啊 都特别明媚 非常优美 我家居在这河边住 那个来大伙都不愿意上河边住 这个味太难闻了 从哪治理先一喝之后呢 修的可好了 像公园一样 这十年来 天更蓝了 山更绿了 水更清了 能够享受到这些发展的成果 注重治理小污染 形成全面管控 刚刚修订的吉林省 大气污染防治条例 将于今年10月1号起施行 吉林正不断健全源头预防 过程控制 损害赔偿 责任追究的生态环境保护体系 以实际行动 迎接党的二十大 胜利召开 9月16号 省委副书记 省长韩俊 向省中职离退休干部 省政府参事 文使馆管员 通报经济社会发展形势 韩俊指出 今年以来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 和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 全省上下认真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重要指示精神 落实党中央疫情要防住 经济要稳住 发展要安全的要求 高效统筹 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按照稳住经济大盘 一系列决策部署 全力抓好农业生产 稳定工业运行 扩大有效投资 促进消费回补和服务业复苏 稳外资稳外贸 经济复苏明显好于预期 全省经济稳的基础 在不断巩固 近的动能在不断积蓄 要一股作气 埋头苦干 努力实现止跌回升增长目标 推动吉林振兴发展 迈出坚实步伐 韩骏指出 全省经济社会发展 步入快车道 进入上升期的势头 没有改变 我们将始终牢记 习近平总书记阴阴嘱托 按照省第12次党代会部署 抢抓深入实施东北振兴战略的历史机遇 全面实施一主六双高质量发展战略 努力走出一条质量更高 效益更好 结构更优 优势充分释放的发展新路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 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 要坚持在全面发力 整体推进中实现重点突破 一是全力打好产业转型升级主动账 加快构建产业发展新格局 实施百千万产业培育工程 加快建设奥迪一气新能源汽车 极化120万吨以烯转型升级 路上风光三峡 山水蓄能三峡等重大项目 二是坚决扛稳 维护国家粮食安全重任 正当现代农业建设排头兵 全力抓好千亿斤粮食工程 实施揭杆变肉 即千万头肉牛建设工程 狠抓农产品加工业和食品产业 十大产业集群建设 大力推进乡村建设行动 建设一居一夜美丽乡村 三是牢牢抓住创新 这已振兴发展的牛鼻子 全力推进创新型省份建设 推进长春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吉林长春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 创新平台建设 重组国家重点实验室 组织实施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梯度排育工程 用好人才政策3.0版 组织开展创新创业 加快把吉林人文科教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 发展优势和竞争优势 四是聚焦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全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 实施排育壮大市场主体三年行动 深化放管服改革 落实好为企业办实事清单 帮助市场主体纾困解难 五是紧扣提高人民生活品质 全力抓好民生和生态环境领域各项工作 千方百计稳就业保就业 大力发展职业教育 努力做好一老一幼工作 严格揭赶全域进烧管控 深入开展安全生产 百日攻坚专项整治行动 深入排查化解各类矛盾纠纷 确保社会和谐稳定 韩骏代表省委省政府 向各位老领导老同志 省政府参事文实馆馆员 对吉林振兴发展的支持帮助 表示感谢 他说老干部有着丰富的政治智慧 工作经验 人生阅历和优良的工作作风 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 始终关心全省经济社会发展 省政府参事文实馆馆员 主动建言宪策 存始资政 有力推动了政府工作 希望大家继续发挥优势 贡献智慧 共同开创新时代 吉林全面振兴 全方位振兴 新局面 省委常委 省委组织部部长张恩惠 主持会议 原省级老领导 王云坤 张月琪 唐县强 马俊清 冯熙明 聂文权 李申学 房丽 高文 李借车 赵家志 李慧珍 孙耀廷 王守晨 任凤霞 王化文 王云秀 杨庆祥 索维东 省政府秘书长安贵武 以及省中职离退休干部 参加会议 日前国家统计局公布了 全国主要经济指标数据 并陆续反馈各省区市 工业投资贸易数据 8月份 吉林省工业贸易 荡月增速继续加快 均保持两位数增长 投资降幅继续收窄 全省经济进一步延续 稳步恢复态势 实现稳中加固 稳中友好 其中 8月份 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同比增长 居全国各省区市第一位 数据显示 今年8月份 工业荡月增速 继续实现两位数增长 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同比增长27.2%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23个百分点 居全国各省区市第一位 自5月份 新冠疫情得到 有效控制以来的4个月 我省工业快速恢复 6月份 规上工业增加值 实现荡月增速转正 7 8月份 均保持两位数快速增长 累计降幅 持续收窄 今年1到8月份 项目投资增势较好 全省固定资产投资降幅 比1到7月份收窄1.2个百分点 其中5000万元及以上项目 同比增长8.5% 亿元以上项目投资 同比增长7.7% 贸易方面 今年8月份 消费品市场持续加快恢复 在我省一系列 促消费政策的影响下 全省实现 限额以上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47.35亿元 同比增长15.9% 增速比7月份 提高5.3个百分点 其中8月份 全省限额以上 汽车类零售额同比增长 19.7% 新能源汽车同比增长1.3倍 石油及制品类零售额 同比增长23.7% 与此同时 我省归上服务业重点行业增速 持续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今年1到7月份 全省规模以上 服务业重点行业 实现营业收入 378.75亿元 同比增长11.2% 增速比1到6月份 提高0.5个百分点 连续三个月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其中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营业收入 合计占全省比重45.2% 今年1到8月份 全省归上服务业重点行业 营业收入 预计增长10%左右 下面来关注本期的 央媒看麒麟 9月13号 新华网对吉林经济社会发展 进行报道 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 多次到东北考察 谋划推进东北全面振兴 全方位振兴 吉林省以六新产业 为主攻方向 打开多点支撑 多业并举 多元发展新格局 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 光电子等 成为冉冉升起的新兴 老工业基地发展 注入新动能 硕果累累 千万亩沃土粮田 亦是丰收在望 9月12号 央视新闻联播 在希望的田野上专栏 播出稻谷飘香迎丰收的新闻 其中关注了 东北地区主粮食作物 进入秋收阶段 位于北纬43度 黄金水稻带的梅河口市 是吉林省水稻主产区 这里的早稻迎来开莲 9月13号 新华社刊发新闻称 今年8月 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 成功将吉林一号 高分03D09星等 16颗卫星送上太空 组建了70颗卫星载轨的 全国最大商业摇杆 卫星星座 也标志着吉林一号星座 第一阶段建设任务 圆满完成 党的二十大即将召开 科研工作者们 正满怀期盼 在加快自主创新的道路上 不断攻坚突破 奋力前行 9月16号 新华网刊发新闻 飞越长春宽城 工业强盛称 长春市宽城区 紧盯长春北部核心区建设 地抓轨道交通检修 汽车零部件等 装备制造产业重大项目 打造多业互联互动产业融合链 引导产业急剧发展 9月15号 经济参考报刊发税电指数 表明多地经济活跃态势向好的新闻 报道说 得益于汽车制造业快速回暖 吉林第二产业的销售情况也稳步回升 受益于6月1号起 车辆购置税减半征收 推动国内汽车市场回暖 汽车制造业开票金额 为上年同期的123.4% 较5月大幅提升42个百分点 市场主体活跃 销售数据回暖 6月吉林省新办涉税市场主体 18,056户 同比增长14% 比5月提升22.6个百分点 东北抗联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中国共产党伟大建党精神一脉相承 吉林省是东北抗日联军主要活动区域之一 东北抗日联军创建地 是吉林红色标志中最重要最鲜明的底色 今天起 吉林新闻联播推出弘扬东北抗联精神系列报道 首篇来关注忠诚与党的坚定信念 舍生忘死 勇往直前 从2021年7月至今 在磐石市洪石喇子山上的抗联遗址 已发现2600个抗联遗迹 并且出土了包括子弹 弹夹 长刀 陶子品 锄头在内的一大批遗物 为东北抗联秘营的成立背景 使用等研究 提供了重要的学术依据 通过斑驳的革命文物 人们依稀看到 东北抗联战士们的英勇身影 也改变了东北抗联 有史无忌的面貌 用实物证据 证实了抗联的斗争历史 从出土的武器上看 包含了大量的冷兵器 反映了我们当时 抗联在武器装备上的简陋 当时我们抗联战士 用着这样简陋的武器装备 同日本帝国主义 进行这个顽强卓绝的这种抗日斗争 通过我们的考古发掘工作 把这些被淹没的历史 全部发掘出来 让我们的后人永远记住 当年抗联的这种 艰苦卓绝的斗争精神 东北抗联精神 是广大的东北抗联指战员 在长达14年的 武装反抗日本第五旅侵律的战争中 用鲜血和生命 铸就着中国共产党人革命精神之一 忠诚与党的坚定信念 一是笃定坚持立养信念 二是党员干部率先奔赴抗日第一线 三是积极加强部队中的党的建设 四是努力寻求中共中央的领导 五是最先实现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白雪铺满大地 山中雪鸡几尺 抗日救国战士 油镯单衣水鞋 日夜出没于 寇贼窝奴之封锁线 其困苦颇深 这是东北抗日联军第二陆军总指挥 周保中日记中的一段文字 东北地区冬季长达半年之久 严寒的日子里 气温常在零下三四十摄氏度 由于敌人严密封锁 攻击断绝 在艰苦的岁月 将士们几天十几天缺粮断炊是长事 只能靠树皮草根果腹 如果没有强大的信仰信念信心做支撑 恐怕任何人都难以在这种环境下生存 东北抗日联军 实之不渝 遵循党的抗日救国总方针 坚决执行党的决定 将对党的无限忠诚 注客于骨肉之中 渗透到灵魂深处 以坚定的信仰信念 勇往直前 东北抗日联军 在强大的敌人进攻面前 在时时刻刻的政治右翔中 在苛刻严酷的经济封锁下 在孤悬敌后的艰难环境中 中国共产党是东北抗年将士 坚持苦斗到底的精神动力和支柱 东北抗年将士 挑战人类生存极限 爬兵卧血 向死而战 在与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 孤军作战 永赴国难 忠贞不二的意志 是不可动摇的 革命就像火一样 任凭大雪封山 鸟兽藏祭 只要我们有火种 就能驱赶严寒 带来光明和温暖 东北抗日联军第一陆军总司令杨敬宇 曾发出这样的誓言 正是凭借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 东北抗日联军成为一支 打不垮困不死的钢铁队伍 在爱国主义旗帜下 共筑同仇敌忾的血肉长城 铸就摆着不挠的坚强意志 创造保家卫国的丰功伟绩 董伟现任吉林市龙潭区乌拉街满族镇党委书记 多年来无论身处什么岗位 他始终坚持对党忠诚为民服务 今年他被授予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称号 2020年8月 董伟来到吉林市龙潭区乌拉街满族镇 担任镇党委书记 上任一时 他就走访了下辖的28个行政村 倾听群众呼声 深入了解民情 在他的带领下 全镇各级干部落办 我为群众办实事120多件 解决了文化广场修建 威房改建等一大批群众极难筹判问题 为了壮大村集体经济 带动村民增收致富 董伟带领镇领导班子 以党建加X一村一品模式 制定符合各村实际的经济发展规划 着力发展农业生态观光公园 农机合作社等项目 2021年末 全镇14户33名脱贫人口 人均收入超一万三千元 28个行政村的村集体收入 均达到五万元以上 乌拉街满族镇满族文化资源丰富 务松景观壮美 曾获平历史文化名震 全国特色小镇 董伟大力推进乌拉街满族镇 全域旅游建设 利用全市农村环境整治 白日攻坚契机 打造了三条精品线路 升级基础设施 整治人居环境 绿化量化村路 进一步提升了发展乡村旅游的 硬件环境 去年镇里还成功签约总投资 一亿元的寒屯村 中国满族雪香项目 和投资五百万元的 阿拉底村全马庄园项目 进一步推动全镇经济 稳步发展 一年接的一年干 一件接的一件半 克尽职守 拥抱公普本社 确实增强人民群众的 幸福感 获得感 继续关注新闻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今年9月17号 是关于加强和改进 新时代全民国防教育工作的 意见印发后的 首个全民国防教育日 吉林省各级国防教育部门 深入挖掘辖区区英雄部队资源优势 积极组织军营开放活动 在四平市 来自当地中小学校的 200多名学生 走进董存瑞烈士生前所在部队 近距离聆听感受英烈舍生忘死的英雄故事 并体验学习了 对列军体权等科目 今天吉林长白山天权有限公司 年产20万吨矿泉水生产项目 在辅松县开工建设 项目总投资2亿元 主要生产天然寒气矿泉水 预计明年10月投产 目前辅松县有农夫山泉 全阳泉等国内大型矿泉水企业四户 产能达400万吨 2021年 矿泉水饮品产量达128万吨 实现产值11.6亿元 近日 中国安徒第三届 长白山矿泉水文化旅游节活动 在安徒县长白山文化博览城启动 活动以神秘长白纯正矿泉为主题 设有主题文艺演出 矿泉水高端论坛等9项活动 安徒县地处长白山腹地 天然矿泉水资源得天独厚 境内已发现天然矿泉106处 来自省气象台的消息 我省受台风梅花影响带来的降雨过程基本结束 18号到20号气温持续较低 受台风梅花岛槽云系及减弱环流北上影响 9月14号傍晚开始 我省东南部和中部偏东地区先后出现大道暴雨 局部大暴雨 截至17号7时全省平均降水量29.5毫米 过去24小时降雨主要集中在我省中部偏东区域 其中辽园南部吉林南部和东部 通化中北部白山西部 沿边西部部分乡镇出现暴雨或大暴雨 目前台风梅花影响的降雨过程已经基本结束 预计今天夜间开始 气温较前期明显下降 累计降温幅度一般为6到10摄氏度 部分地方10摄氏度以上 18到20号气温持续较低 一般气温为4到8摄氏度 其中20到21号早晨 辽远 吉林 通化 白山 沿边和长白山保护区 最低气温为1到5摄氏度 将出现霜或轻霜 山区部分地方将出现霜冻 提醒相关部门做好应对和防御 城乡群众及时添加衣物 预防感冒等疾病 疫情常态化形式下 保持手的清洁卫生 可以有效降低新冠病毒感染的风险 如何选择洗手用品 来看防疫提示 相较于肥皂香皂 更推荐用洗手液洗手 但并不是所有的洗手液都有杀菌作用 看洗手液包装上标注的是 未消正字还是未装准字 即可分辨洗手液究竟有没有杀菌作用 未装准字是国家卫生健康委 化妆品检测部门 针对国产化妆品颁发的批准文号 持有未装准字批号的洗手液 属于化妆品范畴 只能达到清洁去污目的 未消正字洗手液 在清洁的基础上增加了杀菌作用 能帮助杀灭或抑制常见致病菌 如化膿性球菌 肠道致病菌 致病性真菌等 下面来看我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情况通报 9月16号0至24时 全省无新增本地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 9月16号0至24时 全省新增解除隔离医学观察 无症状感染者实力均在长春市 初秋时节 通化桃源湖国家级水利风景区 悠悠水运缠缠疑人 作为当地重要的水源涵养区 风景区经过多年的保护开发 生态状况持续改善 推动水资源涵养与自然人文和谐共生 节目的最后一起走进桃源湖 欣赏临山进水的迷人景色 中文字幕提供 今天的吉林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感谢收看 再见 再见